國道一號南下彰化路段 在六號發生了六車連環狀 其中有一輛黑色轎車 360度滾了三圈 幾乎是全毀 車內一家三口受傷 最嚴重的是 剛滿周歲的寶寶 腦出血 開刀之後到現在 還是沒能夠脫離現金 國道上一輛白車往外切 擦撞轎車後 駕駛失控 衝向護欄 翻滾三圈 踩停下 車上一輛三口都受傷 其中媽媽受到驚嚇 抱著才一歲的兒子 被送上救護車 自己的好像有坐安全座椅 那就是把他 從安全座椅抱下來這樣 國道一號南下彰化路段 六號下午發生嚴重車禍 當時男童只是哭鬧 但送醫後檢查室挠出血 手術後送進家戶病房 全身被插滿管子 就算睜開眼睛 也還沒脫離險境 就突然看到弟弟的眼睛 張開看到我們一下 然後他一看到就馬上就是 眼淚馬上滴下來 看著兒子的可愛照片 爸爸心如刀割 說自己單身八年 參加白沙屯媽 敬香才認識妻子 兩年前結婚 生下愛的結晶 想不到兒子 才過完周歲生日 一家南下 雲林北港拜拜 卻發生嚴重車禍 一家人都是向媽祖求來的緣分 現在爸媽希望兒子勇敢挺過難關 也貴求各界集氣 希望會有奇蹟發生 記者陳盛陽聲李雲杰 戰話報導 桃園警方在執行新樓專案 深入大樓 旅館要來掃蕩不法集團 那麼有男子看到警車就跑 最後還躲進按摩店 裸著上半身 假裝是客人 警方問他 他一問三不知 就連自己的出生年月日都忘了 最後掰不下去 坦承自己是失聯的外籍人士 為了強化治安 桃園警方在賓館清茶 沒想到的男子一看到警車 就躲進一旁的按摩店 心機可疑 遠景隨即入內盤查 男子動作超神速 上衣已經脫光光 趴在按摩床上 怎麼來的 多一家公司就有工作啊 對不對 要不然你要怎麼來的 你逃掉了啦 男子表示 自己聽不懂國台語 一旁的越南籍移工協助翻譯 他卻還不停裝傻 你的奶糖 奶糖讓新宿知道 奶糖 奶糖你聽不懂 出生年月日 好 原籍口中說的奶糖 就是越南語的出生年月日 但他卻推脫 自己沒帶認見 連幾月幾號出生 都記不起來了 警方反覆詢問之下 眼見只抱不住火 他才坦承自己是失聯義工 先坐著 先坐著 他來台灣多久了 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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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跑掉了啦 是不是跑掉了 預期了啦 原來男子三年前來台灣後 覺得薪資太低 離開原公司 十一號剛到桃園 要找工作 卻遭遇遠景盤查 臨機移動 假扮按摩店客人 想躲避查器 最後還是被警方逮捕 記者 吳宇軒 桃園三部的 秋冬這個時刻 要特別注意 有多重病毒的夾擊可能 在新北市有一名幼童 他同時就染上了三種病毒 包括了腹流感病毒 還有肺炎鏈球菌等等 進而引發了農凶 一度重症 住到醫院 醫師提醒 這是非常嚴重的疾病 如果家長發現你們家的小朋友 九咳不遇 或是發高燒等等的症狀 一定要趕快就醫 新冠疫情趨緩 但是兩年多的免疫負債 造成多種病毒入侵社區 醫師秋震巡透露 日前收治一名重症兒童 同時感染負流感病毒 和呼吸道融合病毒 還有肺炎鏈球菌 一次感染三種病毒 還引發農凶重症 也是疫情兩年以來的第一例 小朋友如果說有九咳不遇 或發高燒 因為那個肺炎的細菌 一般來講越早給抗生素 其中肺炎鏈球菌重症風險高 若是引發清洗性肺炎鏈球菌感染症 死亡率會比較高 醫師表示不少人認為打過新冠疫苗 就可以抵擋病毒 導致多種病毒的感染案例 才會明顯增加 醫師分析65歲以上長者 接種肺炎鏈球菌疫苗 可以降低70%的重症率 不過指揮中心發言人 莊仁強提醒 目前還是以一隻手臂 接種一種疫苗為主 如果同一天要接種三種疫苗 還是得經過醫師的專業評估 另外國外一項最新研究 顯示確診新冠病毒 罹患靜脈血栓塞的機率 比沒有確診過的高出2.7倍 如果住院死亡率 可能性更高出100倍 確診康復之後 由於免疫反應 還是造成一個 凝血功能的異常 而產生血栓 所以不管是動脈或靜脈的血栓 都會產生 這些比較嚴重的後果 國外研究更是顯示 確診新冠的患者 中風的情況比較糟 也更難治療 對象包含更年輕健康者 醫師提醒 曾經感染過新冠肺炎的人 無論是年輕健康與否 都應該注意心臟疾病的早期警訊 這樣是尋溫家瑜台北暢報導 台東積灰漁港 在11號晚間 有兩名潛水客 因為體力不知溺水 緊消貨報之後 立刻出動救人 成功救起了一個人 不過另外一名 女潛水客被救起的時候 已經沒了呼吸心跳 趕緊送醫抢救 在宜蘭南澳 則是在10號的晚間 有一對父子出海捕蠻 結果漁船翻覆 船隻翻覆 兒子落海到現在還下落不明 海巡人員現在還在努力地找人當中 而在基隆則是有一艘漁船 觸礁擱淺 但是擱淺的地方因為水深不夠 救援船沒有辦法能夠靠近 海巡人員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 要求船員們先穿上救生衣 跳下去救援 最後五個人成功獲救 目前一名船員走報呼求 海面博濤洶湧 浪不斷拍打 船隻發不動 只能隨著波浪上下起伏 船隻擱淺處 神度不夠 救援船無法靠近 海巡只能大膽讓船員跳船 再一個一個下去救 第二名船員準備跳船 第三名也實施跳船 受困船員一個接一個 手抱扶球 跳入海中等待救援 海巡先是開著船隻慢慢靠近 再將船員逐一拉上救援船 11號基隆一艘雨船 不明原因在基隆域西南方0.2里處 處交擱淺 索性海巡人員即時救援擁緊線 另外在宜蘭狀位也出現船隻擱淺 民眾著急地跟海巡人員解釋 沉上情況 原來漁船是在捕鰻魚時 一位擱淺 索性救難協會出動 水上摩托車及多人協助 船隻脫困 平安回港 另外在10號 宜蘭南南外海又一對父子 出海捕鰻時 解決疑似因為海巷不佳 整艘船疑似吩咐 而此落水至今還是下落不明 海巡人員只能繼續搜索 希望有奇蹟發生 記者朱定龍林醫生 王云廷 基隆宜蘭採訪報導 他是澎湖浮澎 喜萊登酒店推出的 海皇鮑魚干貝XO醬 小小一瓢可是有大大的學問 裡頭有很多像是這大干貝 就有很多像是這20多種的胺基酸 其實對於你人體之間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它裡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在加分 這是一碗的